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是9月11日 我们又来到了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做自由的人 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 哥罗森书第三章第一至十一节 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 就该追求天上的事 在那里 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 你们该思念天上的事 不该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已与基督一同葬在天主内了 当基督我们的生命显现时 那时你们也要与他一同出现在光荣之中 为此 你们要致死属于地上的肢体 致死淫乱 不解 邪情 恶欲 和无异于偶像崇拜的贪婪 为了这一切 天主的异怒才降在悖逆之子身上 当你们生活在其中时 你们也曾一度在其中行动过 但是 现在你们却该解决这一切 愤怒 暴力 恶意 购骂 和出于你们口中的慧言 不要彼此说谎 你们愿意脱去了旧人和他的作为 且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既是照创造他者的肖像而更新 为获得新知识的 在这一点上 已没有希腊人或犹太人 受割损的或未受割损的 野蛮人 舒提亚人 奴隶 自由人的分别 而只有是一切 并在一切内的基督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现在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你是否曾经遇过这样爱用性格 或过去为借口 来为自己的行动做辩解的人 强调自己无法改变 他们会说 我就是个直接的人 有话直说 无法掩饰 你接受不了 是你太敏感了 我就是一个胆小害羞的人 无法面对群众 你别要求我负责任何任务 爸爸妈妈小时候不疼我 所以我现在无法和他们亲 跟他们相处 这时 我们可以问问自己 难道我们的生命 就这么容易被自己的过去 和性格限制吗 今天 圣保禄宗徒在告诉我们 这是不对的 借着洗礼 我们已经和耶稣一同死亡 和复活了 因此 我们拥有的生命 不是单单肉体生命 软弱又容易受伤 而是在天主内光荣的生命 这个生命 使耶稣用祂的性命赎回来 用祂的爱 复原的天主的肖像 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人 圣保禄也强调 在基督内 我们是自由的 能够选择生命胜过死亡 选择爱情胜过仇恨 即便 我们有难改的性格 和不完美的过去 在基督内 我们仍然可以慢慢选择 脱去了旧人和他的作为 且穿上了新人 选择不要被自己的软弱 和过去的困绑 台湾知名音乐家 梁洪志 曾写了一首歌 歌词如下 打开心门的钥匙 握在自己的手里 如今我不再用眼泪做借口 荒叹忧 离开黑暗的世界 走出狭隘的空间 终于我感觉到 另外一种美更珍贵 因为爱 让天地无障碍 基督已为我们争取了 能够爱 能够自由的新生命 问题是 你会选择把它活出来吗 种下种子 耶稣能在你的不足中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能够成为活在基督内自由的人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祝福你